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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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系列特别可爱 是吧 然后我刚才搜了一下那个隐藏手感 就这个 是最轻的 我就挑一只特轻 其他的真的特别的特别明显 估计是隐藏 咱买一个是不是 就是隐藏 走你 是 就是隐藏 开心开心 买了一个龙腾虎月 巨尘而且特晃 咱看看是不是这隐藏啊 真的是这隐藏 买了一个匹克猪盲盒啊 看看是不是这隐藏 因为它这两边就这个位置 锯顶都顶出来了 你看 这两边我就怀疑会不会是这个路 果然是这隐藏啊 遇到就不会错过 宝子们推倒隐藏盲盲墙 第二期视频来喽 在第一期视频 我给你们分享的这四只隐藏的手感 你们都学会了吗 今天咱们来拆右边这四个 其中这三个都是明核隐藏 你们可得好好听讲 先来看 匹克猪圣诞系列 这是它款式图 基础款都是匹克猪 隐藏居然是驯鹿 这个隐藏其实根本都不用靠重量 就靠手感 它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明显突起 你看这盒子都给顶出来了 个别基础款可能也能摸到顶 但是是在盒子中间的位置 不会像隐藏似的这么靠下 晃起来几乎是晃不动的哈 非常的满 真的是妥妥的大明核了啊 依旧照例给你们称重一下 它是86.5克 感觉这个隐藏是给娃抽了个底座哈 这个叫雪橇派礼 你看它顶的就是这个位置 咱们拆开来看看是什么 它是这样放置的 摸的顶的是它的鸡脚和脚 整体就是这样一个驯鹿拉雪橇的造型 哈哈看这驯鹿的眼睛 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 你可以把你的娃放上去哈 再来看格鲁博物馆惊奇系列 我当时看它柜台上的展示 我都超爱 盒子给做成了这种动画的效果 这个隐藏断层清 都不用考虑摇盒啊 直接颠就行了 我这盒是109.6克 基础款最轻的是130多克 差30克的重量 肯定能颠出来 虽然有干燥剂哈 但是它家很良心 不会放那种超大包干燥剂去迷惑你 哇塞居然是个骑士头盔 看这金属光泽 上面还有花纹 还有格鲁的图案 还有点这种金属做旧的效果哈 很细节 这是两只小格鲁 一个天使一个恶魔 这个恶魔是不是有点太胖了 头盔的罩子可以打开 把恶魔格鲁放进去 你干了什么坏事你自己心里清楚 反省一下吧 再来看龙腾虎月 这个系列我超爱就直接端盒了 有想看基础款手感的 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这个隐藏真的是鸣合 上手超级沉 基础款里最重的是这个虎穴 190多克 隐藏足足有222.8克呢 首先隐藏的重量就比基础款最重 要重上20多克 其次就是摇盒 这个虎穴摇起来没有像隐藏似的 这么灵动 这个隐藏真的是前后左右 晃动空间都很大 尤其是上下非常的大 而且上下晃起来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砸盒感 这个肯定就是隐藏了 真的就属于那种拿起来就放不下的盒 看这肥龙把我们胖虎给馋起来了哈 这套的谐音梗玩的特别好 看胖虎拿了个锯 这么个龙盘虎锯啊 肥龙的身体是珠光漆 才能看到胖虎的小脚脚 再来看百变胖虎 这个系列的隐藏是以兑换卡的形式出现 所以你看这个盒子跟这个系列的盲盒 大小还有样子都不一样 这个是我直接收的隐藏 这个隐藏叫项鱼鼠 偷似成大象的胖虎 你见过吗 配件是只小老鼠 小耗子突然出现 抽根胖虎吓的都躲在这树桩子上了 这姿势也挺难拿的哈 看他鼻子都红了 这是不好意思了吗 对了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看大象块头这么大 他真的会怕一只小小的老鼠吗 答案是是的会怕 为什么呢 因为小老鼠很有可能钻到大象的耳朵里 所以大象很害怕他 这四只隐藏的手感你都学会了吗 你最喜欢哪个隐藏呢 快来留言许愿 我可是出了名的旺粉丝 没准下次你就抽到了 我这推导隐藏盲盒墙系列 你们看着过瘾吗 我拆着也特别过瘾 但是且看且珍惜 下次更新指不定是什么时候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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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